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40分 也就是整个爆炸事件过去了20多个小时之后 在现场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下 最后一名收购人员终于是被成功的营救出来 大部分的被救人员是从地下350米的一个彩霉屏面当中被救出的 也正是在那个位置发生了瓦斯的爆炸 此后就有火势一直是持续的燃烧 而这缘的难点就在于要控制火势以及有毒气体 尽量我知不知道他们有关键的关系 某些某些某些某个小时之间的盈烧 所以到此被灼烧成为了 然后把某些某些某些把其余的盈烧成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